现在这个声音是可以听到的 凌晨的2点30多 看这声音有多大 我把这个拔了 马上声音就消了 我怀疑他们应该是在修这个墙 可能他们打了胶呢 让这个墙能够快点干 还是不行了 这声音还是有 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修那个墙啊 他们是想把墙壁给 应该是打了胶什么的 给吹干 但是现在这个夜晚的这个声音呢 就太吵了 几乎是睡不着觉 如果睡眠质量不好 我说由于在国内已经 长期失眠 所以受这点干扰 完全是受不了 我现在要进入去一层 这一楼也有这样的声音啊 看来这个不止是 不止是我那一层 看来这个不止是 不止是我那一层 我也知道这个夜里不应该有人 也不会有人 但是我还是敲敲门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人 这夜里边的楼里边非常静 只有这几个机器 一个是我顶楼的四楼 还有一楼 他们在呼呼的响 那我不管了 我把这个插头拔了 如果说能够对整体的东西造成什么损失 我愿意赔 但是现在我估计 我如果不把这个插头拔掉 应该没有人来替我解决这个问题 查到了他们的电话 但是像这么晚了 肯定不会有人接电话 所以我也不打了 明天早上再说 现在外边呢 就是挺宁静的 屋里边这个声音呢 比刚才小了不少 但是呢 还是比较难以忍受 整个这个夜非常静 自然界没有任何声音 也没有交通和飞机起落 这种杂音 唯独就是这个屋子里的这个杂音 刚查了一下 说是311还是331什么的 能管这事啊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building里边的 不是互相之间 就是楼跟楼之间和外界这种有影响的 应该也不能管 我还是明天早上给这个物业打电话 或者他们来了以后 如果有人来这呢 我要跟他们说一声 这个东西不能在晚上啊 这么能啊 这个太太要人命了 其实我已经有大约两年 有这种失眠的情况了 我体会就是失眠的时候呢 你不要跟他对抗 你越是觉得说 哎呀这个不睡不行啊 我明天早上还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事啊 然后你就强制自己去睡 反而睡不着 而且血压还容易升高 还容易产生特别强的那种焦虑感 这个为什么会长期失眠呢 一定是过去两年 在伟大的祖国碰到过一些事啊 这个咱就不在视频里讲了 然后就是 就是无论是谁 新搬到一个生活环境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和各种各样的事 那想办法去解决就好了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 凡是打不死我 都会使我更强大 所以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就算我把什么东西给拔了拔坏了 甚至造成一些什么设备损坏 无外乎也就是赔偿一下啊 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影响 也是有的 这个还是可以讲理的地儿 我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啊 就是这个是卫生间啊 这个房间就比较密闭嘛 然后不再受这个噪音干扰 现在这个心情和焦虑感 就减少了不少 就不是像刚才那种 一种对抗的状态 所以现在可能躺下 可能会很容易睡着 那明天找人再见 我们必须转他们 我们试图这些屋子 如果我们没有 这些屋子 如果我们没有 这些屋子 就会被灭坏了 就会被灭坏了 请你多用这些屋子 只能在日期间 如果我会被灭坏了 我可以走出 我们只是做了我们的认识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留下这些屋子 我们可能会移动 这些屋子 我们可能会被灭坏了 因为我们必须要被灭坏了 你看这儿 这儿是干涉 这儿是完全全装 所以在这儿 这儿可以开始变化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不想看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也就是 是真的 所以 你做到任何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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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 我做到任何租 那姐姐叫我 她的经理 她的经理说清楚 她们是分属于不同的公司 她只能控制 清洁这块 她管不了 他让我得给物业打电话 我从四楼走下来 我发现三层二层一层 每一层都有这个机器 我原本还打算 就是等物业上个班 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 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 但是现在我有点犹豫了 因为我发现每一层都有 那每一层都是这样 而且他又说了 这个是因为要把大楼的这个 墙里边的一个丝气给除去 不然的话就会长毛和产生发霉啥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犹豫 不知道怎么弄 事情并没有解决 物业不是一个体系 它是单独出来的 就物业那个电话 它是指的那个新楼那个住宅 所以这个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我给房东打电话了 我给房东发了信息 房东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呢 他也查看了这个情况 他也说说这个 他得跟就是这个楼的管理方 说一说 但是能不能解决也不知道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 就是大家沟通的 没有问题 小伙子也一再跟我强调说 这个不是为了某个人 也不是为了某一家 他就跟我强调说 这个是为了这个公寓 整个大楼 如果这个墙里边有水汽的话呢 这个墙就会发霉 因为这个楼都是木制主结构嘛 所以说就对于这个问题还挺大 我呢是从四楼 我们家住四楼 从四楼到三楼二楼一楼 一直到地下室我都看了 地下室没有 因为地下室是水泥结构的啊 没有 剩下全都有 全都有这个风扇 所以呢我也 咋说呢 我也没办法 因为大家也都是这样忍受的 这里边就是也暴露出一个问题 就是加拿大这边房子吧 都是木制结构 也特别不格引 而且呢就是这个门 门也有问题 就是门嘛都是木门 它不像咱们那个门 就是都合的特别严 它这个木门还有一个啥问题呢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走廊走的时候 你都看见屋里边亮的那个灯光 从门缝上洒出来 这个门缝挺大的啊 就这边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没有人说装一个防盗门 或者是装一个特别特别 就是密封的那种门 没有都是这种门 所以这隔音呢就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我也发现一点就是 像我们这个小区 我们这个楼是打扫卫生的是打扫卫生的公司 然后 大楼维护是大楼维护的 就他们互不相干 都不属于一个公司 不像咱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就你建造小区里所有的工程人员 他大概率都跟物业有切丝万缕的关系 就是你跟他反映点什么事 他尤其是那种比较高档的小区哈 你跟他反映点什么事呢 你跟打扫卫生的说都管用 在这边他就不是 起码在我住的这个住宅小区不是 这里边也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 看了很多移民频道 很多移民频道会跟你说一大堆 就是加拿大怎样怎样 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天堂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 就拿泰国举例 就是泰国是东南亚 是中国去东南亚最容易的国家 很多人在那儿就是待个十几天二十几天 发现泰国各方面都挺好 但是当你真正就是常住到那儿 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地方是还不如中国 或者说就是那个对于那个气候和那个社会而言 他有很多硬伤是没法调和的 比如说一年四季都热 还有海边的房子容易长毛 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要说的呢 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是天堂 所以大家呢 无论是想走出来也好 还是想有一个长期打算也好 都要综合的考虑 无论大家是看国内的播主也好 还是看国外的播主也好 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大家少看那些歌功颂德的频道 少看那些把自己所处的环境 吹得特别好的那种频道 就是这种好 你知道它有多好 其实没有用 但是你要知道它有多坏 这个是和你亲身利益 有密切相关的 你就比如说中国吧 很多人他说中国现在经济怎么这么好 这个好与不好 对你来说你就在哪儿 你感受不到 但是它有的时候有些坏 确实能让你避很多坑 好吧 那我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没啥用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大家看这个车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由于加拿大这边积雪的天数 比国内长 比国内多 然后如果你疏于达理的话呢 车就会嗅蚀的更严重 在国内你要是想看到一个马三 嗅成这个熊样是不可能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边这种嗅蚀的严重的车 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更常见一些 我们下个视频